看到了吗 无论你怎么动 它的镜片都不会动 这是这一支眼镜来自于Japanese们 我们卖Japanese们卖了很多年 从我一开始做人权这个品牌 我们就在开始接触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知名度不高 但是它的眼镜卖得比较贵 我自己留下电影 我觉得它是相当于眼镜里面的雷克萨斯 就是属于那种怎么戴也戴不坏的 我之前记得在成都有一副Japanese的屋框 然后那个客人做坏了 我给它调过一次 然后回来之后我看到过两天 它又做坏了 然后我们的店长又给它调了一次 镜头完全做坏了 给它调回来没有问题 这个品牌的质量真的是做得比较靠谱 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日系的这种质感 以及说这种追求质量 Japanese们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不过多介绍 它的品牌就是非常的日系化 从它的名字里面就可以 对吧 感受出来 Japanese们日本主义 OK 戴上给大家看一下自自眼镜 就是戴上去就很日系 而且自自眼镜 还有一个特点 是的 它还可以翻起来 比如说像自自眼镜 它的用途有很多 比如说我的年龄已经到了45岁 那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调节的问题 那么我把眼镜翻下来之后 我就可以看远 对不对 看近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翻起来 可以看近 对 它比较方便一些 特别是做一些远近距离的 这么一个切换的时候 这是有用的 这是第一种用处 第二种用处 它就是纯帅 就是帅 这只眼镜就是帅 就你想戴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眼镜 这种悬浮的结构 它不会让你的眼镜变形 Japanese们它做了很多这种悬浮结构 包括像这个酒 也有很多款式是在做这种 像这种镜框 在日本 韩国 香港 台湾 这种款式都受很多经营人士喜欢 因为这种眼镜看上去 给人的感觉比较丧物 而且这只眼镜真的是 闻视不动 因为它这个结构 就是爆头式的 我们来再看到第二只 这只眼镜 可能你在日本的一些其他品牌 比如说像松岛真树 还有就是小马哥戴眼镜 那个品牌是吧 上面都有见到 但是Japanese们的质量 真的是 巨好无比 就是你上手之后 你就知道这种眼镜的质感 它的这个电镀工艺 真的是 非常的哇塞 我们来简单的拆解一下 这个结构 第一个 看到是吧 是有弹量的 在这个位置两边做了一个 有这种弹簧机制的 它是通过一根钛 这里一根钛线 连接下来的 在这块的位置 它是一个像阴眼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种很宽大的 这种第一 显得人比较锋利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一些工作场合 它可以跟我们很强的气势 第二个 它从结构上面来说 也是有用的 因为我们眼镜呢 是外力之后 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容易弯的 它这样设计 就是为了让前面的这个内包角不变化 包括这个镜片 整个固定在这个镜片上 看着像一个悬浮镜片 是有镂空的 它这样设计 是有它的道理 以及说为了照顾光学性能 直接上脸 给大家戴一下 这种感觉非常日系 非常日系 就比较宽窄 这样看上去 人比较锋利一些 面对于商务谈判 以及一些去展示 你的专业性的一些场合 比如说医生 律师 这种职业 那么像这样的眼镜 它这样戴上去就能用外表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不要用话语去解决 一眼看到你 感觉你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人 OK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两只 来自于日本的Jackson的眼镜 眼镜界的雷克萨斯 OK 这里是龙苏嘉义 买高中眼镜找龙苏 品牌齐全 见后终 拜拜 拜拜